开过长途的都知道 凡是路途过于遥远的 司机难免都会有些犯困 于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同行的人便都会讲些故事给司机提提神 而小胖也不例外 他想让长毛保持清醒 于是便讲起了长途司机都会遇到的怪事 据说在这条高速上 凡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诡异的老太婆 并且对方速度计快 能够瞬间追上开车的司机 而凡是看到了老太婆脸的人 最后都会发生事故死掉 起初长毛还不信血 可小胖却表示自己之前的搭档 正是因为看见了那个老太婆才出了车祸 并且最后还落得个全身瘫痪的下场 听到这长毛被吓得几倍发凉 不曾想与此同时 他突然感觉到身后好像有人在那 可下一秒人影却又消失不见了 小胖以为长毛是开车走神所以看错了 因此便没有放在心上 等到了晚上 长毛回屋后便给女朋友抱怨起了小胖 因为开长途难免会在晚上 而小胖却总是讲鬼故事吓唬自己 但好在女朋友并不相信这些 他安慰长毛不要多想 毕竟出车时小胖也在旁边 就算遇到老太婆也会两个人一起遇到 长毛觉得女友说的有些道理 因此便没有多想 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长毛又跟小胖一起出车 可由于这次的路途过于遥远 因此两人半夜了都还行驶在高速路上 而期间由于太过无聊 小胖便在一旁玩起了手机 然而还没过多久 长毛发现一旁的小胖居然睡着了 他对此表示很无语 可由于都是朋友的关系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然而让长毛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瞌睡即将来临的时候 窗户那里似乎出现了什么东西 结果等他转头一看 而等长毛醒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的浑身缠满个绷带 并且女朋友也在一旁照料着他 得知自己出了车祸 长毛赶紧询问小胖现在怎么样了 但好在女朋友表示小胖也安然无恙 长毛听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正当他准备询问小胖现在在哪里的时候 女朋友的声音却突然变了 长毛猛地从车上惊醒 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他睡着时所做的噩梦 直到看见小胖还安静地躺在一旁 长毛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原来是女朋友打来的 他刚准备伸手去接 可下一秒 而故事的最后 长毛终究是因为发生车祸意外离世 因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开车疲劳不堪 路上难保平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